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就会继续去和大家讲一下李隆基未婚妻事件 估不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之前所谓证据 逐一逐一就被人踢爆了 不过说到明, 我这一档节目由于我本人的技术问题 所以我就出不了图给大家看 而且就算出到也好, 也免得偷了其他人的血汗成果 因为毕竟我没有读家料 我也是在咀嚼和消化他人的一手资料之后 再去自己评论一下 而且也觉得是时候要给个名人了 因为在今次的李隆基未婚妻说不说谎这件事里面 有两个网台他们的料是比较新和比较贴的 一个是无良军事WATER 另一个是SMARTTRAVEL 由于今次李隆基这个话题和政治和颜色无关 所以都不介意真的说要开个名字 因为人家真的下了心机下去做的话 当然就是要去给个名人 不像是有些人偷完别人的资料之后 就说是自己读家 我就不会做这些那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这两个网台对于部分观众来说 都不会说陌生去哪里 而且有一个网台的订阅数 都是我三倍那么多 继续去说回李隆基这件事 昨天我就说 银行那三万元还钱这件事 就不知道是真是假 暂时多着它是真 结果 都不用十几个小时 已经有些神级的网民 就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原来有些东西是假的 然后Chris也表示 自己其实很有钱的 自己甚至乎有钱到 是买过私人飞机的 还有还有一件事 原来Chris应该一直都有上联登的 因为除了参考刚才说名的两个网台之外 我也有经常参考联登的 每当一些联登的神探 他们找到一些不尋常的地方的时候 特别就是说 如果部分的证据部分的铁文 是出自于Chris的Instagram的话 不用几个小时 这些铁文就会自动消失 很明显就是说 有人拿着手机 不停在看联登 看完之后 一发现 原来我IG有东西出了事 马上撒掉它 通常都是这一种的感觉 其实数数了 Chris他剷了自己已经很多的铁文 老实说 其实人生在世 有谁没说过大话呢 就是这样说 如果 各下读书很有料的 你凭实力就已经拿了 九个高级学位回来 然后你再吹水堂人说 其实我还有第十个学位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相信你 因为你真的凭着自己 坚毅不屈的学力 努力时间经验投入 你有九个学位的话 你有实力 你说什么呢 别人都不会质疑那么多的 但是 现在Chris来说 他是说 暂时连一张可以被考证 可以打电话 送电邮 和校方确认他真实有的学历 暂时都没有 即是章章都有些问题 然后章章他也有些东西拿出来解释 甚至乎就是说了 昨天他就拿了一张纸出来 就说 哎呀 我用来还了钱的了 你看看这里有个格式写着的 这样 但是呢 最后就被人发现 你的格式 颜色那些东西有些不对了 总之 今天这一集 我就会顺着我节目当中 未提过的新料 再去和大家说 或者大家可能听其他人的影片 听过都不出奇的 我都见到 有观众留言 就赞 请问阿井的说话内容 就相对没有那么多的重复 首先都多谢观众们的欣赏 因为我有打稿 有打稿的话 你就一定会知道 自己的内容有没有重复 但是 如果你很多东西 单纯是即直揮喉 想到什么就说的话 相对就不会那么有营养 而且这些说话很容易重复重复再重复 好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 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其实原本台湾的夜宣暖和香港的夜宣暖 本身大家都会觉得有可比之处 但现在发现除了年龄之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比 因为台湾那个干净很多 我不是说女儿的思想很干净 而是说人心丑恶的这一方面 台湾那个是说他没有偽造学历 他也没有说要包装自己是一个很人上人的人 没有 甚至就是说在台湾那个音乐人他没过世之前 在他们还是身体健康关上房门的时候 也说过就是说女儿就会对着他呼呼呼呼 在他面前砍到啪啪呼 然后天天疯狂打机 就是不会假设自己是什么高学力才女 总之我就是一个废青 你爱不爱就说你了 不像香港这一个 如果Chris的学历是真的话 就真是高到离谱了 简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基哥能够找到一些这么高学历 这么天才的女朋友 基哥三身有恨 好了 抽水的话就说到这里了 跟着Chris当时就在西方地方问人借3万美金 接着被人找到一些资料出来就说了 还要是录下那些我问你借钱的视频 在主流媒体一些未够胆写的消息 先说明了 人家的消息就我不包底了 就说Chris曾经在外国那里 就是征婚 认识朋友 接着就有这一幕 就是去到酒店房上借钱 那大家成年人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这么单纯去为公司借钱呢 如果你说 我为了一间公司借钱 甚至乎你说要拍借钱视频的话呢 那会不会就是说 你既然也说得自己有公司 去你office或者去你办公的地方那里 去借钱和拍片 是不是感觉上 即是对双方都会有更加多的保障呢 那如果你说 要去到一间酒店那里借钱 跟着还说要拍视频的话 那究竟后面还会不会有些隐藏性的视频呢 那大家不得而知啦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一档节目 未必算是高档节目 但是一些太低的话就不直接说 那女方最后就坚称自己已经还了三万美元 虽然也有人问 那为什么你不问基哥借三万美元 那这些也不知道啦 那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所谓还了款的过数纪录 交给香港01 但是有网民就发现 就说 喂不是啊 为什么呢 这里唯独是说还了三万美元那张纸 那部分的字体是不一样的呢 都是那句啦 我这里 show不到图给大家看啦 但是有些观众可能自己看过的时候就会发现 喂唯独是说减3000的字体就极度不一样啊 那跟其他那些数字字体就很明显的 还三万那个零字是小点的 跟着那些字体又歪歪斜斜的 由于井仔有朋友做印刷行业 所以我都请教过他 其实他就妥说 千万不要觉得偽造文件 很简单 特别是说 你自己打字复制一份文件出来容易 但如果你是说 你要去复制人家字体那些东西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大家可能没有兴趣研究什么偽造文书 这些古惑东西 又或者大家不是做开文员的话 未必清楚 但是有一样有简单的 你打开你部电脑的Word 你会发现 单单只是我们繁体能够用的字体 无论是商业用 有版权 没有版权的字体也好 都已经有100种 如果你还要计算 美西方的电脑字体 再计算其他那些 可以说 随时有几千 甚至几万种 不同的电脑字体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人家有份文件 我打算影印一份 然后再在里面改几个字 去骗人 其实是有难度的 不会说你复制不了 不过 你要是行家 你才懂得去复制 因为一来 你不熟悉的话 你就未必有耐性去试 究竟哪一种字体是对的 还有你未必会有一些工具可以帮你手去做筛选 所以这些就是你说我特意改一改个数目 改一改个数字那些 你不是做开这些 又或者你后面没有一些做印刷的人帮手给意见你的话 很容易就会出事被人察觉到有问题 昨天我没有仔细看过那张 然后 去到今天 网民就爆了 而且这件事 最后的时间线上就合得上 因为最后的主人翁他都说 你没有还钱给我 至于克里斯怎样去交代这件事 他就说 香港警察没有找过他 其实这件事是很浪费的 因为借钱不还这些 其实是民事来的 你是要经过了法庭 小额前债审裁署 才能够将民事变成刑事 例如有人不听法庭指令 这件事才会变成刑事 但是你要怎样去经过法庭 这些你一定要经过银行 当然他们一定是有银行过数纪录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外国 甚至乎 他们借用的金额 即是那个货币 都是用美金的时候 香港警方就算有心都没有权力去做这件事 因为大家想想 他们是两个人在美国借钱 用美国的银行在那里过数 如果你说 现在他去了香港 我去香港报警的时候 香港警方是真的没有权力去做这件事 所以香港警方没有找他 不是代表他还了钱 有时候是代表了 香港警方有他们的限制 所以才不去 接受这件事 没有去找你 Kris 这里绝对不是什么笑香港警方 怎么怎么 其实同样的道理 都是一样的 例如说 我在香港问你借10万 然后我走了 去美国 然后你去美国找我的时候 然后你打算 去找美国的警察报警 但是 我们所有东西 甚至乎借贷的银行 全部都是香港户口的时候 其实美国都做不了什么 所以 绝对就不代表 没有美国警察找我 就代表我还了钱 所以大家要明白 他说的那些说话 没有说绝对的因果关系 但是他会想倾向 令到你相信 他根本是还了钱 但是 一个人 为什么做事要做到这么染染痒痒痒 我相信各位观众食鹽 多过我食米的情况之下 一定知道 究竟是什么事 另外Kris 也说了一件挺好笑的东西 他就说 我那张东西 你看到我拿了 2笔17万美金的支出 加上 34万美金 他就说 其实 我都很有钱 因为当时 公司的数字 已经充裕了 所以 也是拿了34万美金 去买过私人飞机的 然后他就说 你看看 既然我都买到一架私人飞机 我都拿那么多钱来买私人飞机 你不是觉得 我会差你3万美金 不会还给你 其实34万美金 大概250万港元 没有详细去计 我本人 当然没有250万那么多 甚至乎100万都没有 但是 买私人飞机来说 250万港元 是不是就能够买到呢 私人飞机 是不是 不是买客机 当然了 客机的话 就要亿亿的 但是 就算是私人飞机也好 港元250万就买到 那你就想一下 究竟 是不是有个问题 是不是 还有 私人飞机 最理想 就算你说多便宜 也好 狠狠地 都1000万 800万港元 200多万 你在香港 你给个首期 都未必给到 还说要买 私人飞机 是不是 还有 不要说什么钱不钱 那些 你始终 你买这一类型的产品的时候 你不是说我下街买一枝原子笔 如果你是那些 有需要的 你下街买一枝原子笔 你差点都可以叫人家开单给你 是不是 你买飞机 我当你不喜欢 你没拍照 但你没有相关的交易纪录 是不是 你有时候 买层楼 都有很多文件要搞 你买架飞机 你没有文件的 你只是说 我转了几个十七万出来的时候 你想去找谁 相信你 还有 无论你说买飞机也好 买游艇也好 跟你买车 有些概念是差不多的 当然 价格 是可以相差很远 但是我们香港人 都会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 买车容易 就养车难 例如说 你想在香港买一架 cheapcheap的代步车 买二手的话 可能真的几万元就买到 但是不是说你买完几万元 你就可以 一辈子不用坐地铁 不用逼 就是养车才是难 是不是 你养车 你又要维修车 你又要租车位 是不是 跟着你开了车出去 你又要找地方去拍 其实 无论是游艇也好 私人飞机也好 游艇也需要去维修 私人飞机也需要维修 私人飞机用的燃料 不是说你随便找个油站 是不是 跟着还有私人飞机的拍位费 也是一样的 还有你找得这些公司 你没可能是不开单的 甚至乎你说 我找人帮我维修架飞机 可能人家都不会收你现金 都是说 你过数去公司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真的是专业的 你说你买非法柴油给现金 这一样东西就对的 但是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一些 他越是想证明自己 你越是用脑去想 你就发现 根本就是有问题的 东西 还有之前他又说自己是MENSA的成员 MENSA是一个专收IQ高的人 的一个组织 当然你前提要做个TEST 如果你真是一个MENSA成员的话 你就 側面告诉人 其实我IQ很高的 阿妈生我出来 就很聪明的 之前我有个朋友 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做个TEST 想看下我智商过不过门纜 不过最后我都推卷了 因为我知道 我买书都读不到大学 那智商高极有限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因为你去考这些事 其实是需要准备 就算我证明了自己智商高 又代表了什么 代表不了什么 所以我就推卷了那个朋友的建议 接着 Chris 他就说自己入了MENSA 接着 给连登仔找到 他真的好像有这样的文憑 但是 那张的文憑 又被人发现字体不对劳 又是跟淘宝那张sample差不多 到了最后 Chris 都在24小时之内 就递上自己的Instagram 导致到整件事 是变得超级无敌有趣的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你整件事就是 大话 蓋大话 蓋大话 已经是 吓到大家 没办法再去相信他 甚至乎就是说 有些人 就说他根本 不是10岁 去了美国的 这样 因为曾几何时 原来自己在一家叫做南海实验中学 就见到他三年 即是表示 其实大家都做了三年的同学 这样 其实Chris 在这方面 他就相当之好 因为Chris 他好像应该是 大我 大我大概七年八年左右 其实在我那个年代来说 中一中二的时候 都没有智能手机兴起 去到我中三中四中五中六的时候 智能手机就开始兴起 即是初初中三的时候 就不是个个都有智能手机 但是去到我中六那年 所有同学自己都有智能手机 所以 我是很轻易可以找回 我中六中五的时候 和其他同学仔拍的照 很容易找得回 因为我自己 资料保存的一方面 都叫做做得好 如果Chris他的岁数是同一样的话 他曾几何时在哪一间内地中学 读过 那些照片一定穿的 幸好他叫做 早多几年出生 活在一个 无智能手机的年代 如果不是 他的谈话 是更加容易穿的 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所谓贴出来的照片 那个容貌之间 都不是说 见着他不断去成长那种 例如说 从小时候 变成一个熟女 然后变成一个钟女 没有 他所有照片 你一看 你就发现 根本就是 他已经成了年 就是30岁的样子 你没有说见到 他十几岁的时候 可能和其他鬼仔鬼妹一起拍照 然后 二十几岁去那些 外国学校 很流行 那些 球派对的时候 那些照片 一张都没有 那你就想想 究竟是什么 一回事 虽然 我自己有段时间 都不拍照的 就是我以前读护士学校的时候 我不拍照的 但是 我会有很多文件 是真的证实我在那里读过的 是不是 但是 Chris 他在说一张照片 又没有 跟着正规的文件 都没有 那你就可以想 究竟有多少个谈话 然后 有些网民 找回他几年前 去接受一些访问节目的时候 说过一些很瘋的说话 他就说 由于自己画的那些画 就是画3D画 很立体 所以 自己画画的时候 就要戴3D眼镜 这些完全是瘋了线的对话 你正常作为一个工程师 他数学应该要比我了 我以前读数学的时候 特别就是说 数学的文凭试要考的 要懂得去计算一些立体图形 即是叫做3D图形的角度 难道考文凭试的时候 每一个考生你又派负3D眼镜去考 其实你怎样在平面上去画一个3D图 是说 究竟你对几何学的认识有多少 还有你有没有学习过一些 特殊角度的绘画技巧 才可以在一个2D上去展示出一个 3D的图案 那个绘画技术 和你自己对立体感的触角才是关键 根本跟3D眼镜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3D眼镜是说 你要戴着去看一些特殊的电影才会有作用 不是说我现在对着屏幕 我对着屏幕 带着3D眼镜 看看他会不会在我面前伸出头 不会的 还有在十多年前 3D眼镜比较普及 比较多3D电影的时候 很多人都科普过 究竟这些眼镜是什么原理 你不是用在一些特别的装置上 你戴什么眼镜都没用 所以你跟我说 我画一些画就比较3D 我就要戴3D眼镜 这些谈话 坦白去说 你会说得出这些说话的人 我有机会怀疑 他是连中三都未毕业的 因为你稍微读过高中 这些基础的傻子 连我都知道 我不是读工程的 我读护士出身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究竟他那些说话 是可以有几人疯狂 原来他这些谈话 可能就 怎么说好呢 因为 从来就没人去踢爆他 因为他没有主动 放上网 和主动去挑人机 但是 去到你主动挑人机的时候 你得罪的不是几对眼睛 是几百万对眼睛的时候 那个level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更加没可能就是 还可以门天过海 有些东西你可以私下关门 骗你爸爸 骗你妈妈 骗你朋友 因为他们不懂的 是不是 长者可能有时候 他们连用YouTube也有困难的时候 谁知道原来淘宝那么慢能 不过我见到基哥 他最近的样子好像有点不对 有时候他帮Chris 在这解话的时候 好像连他自己都笑出来 不知道 他们这一段戀情 会不会无疾而终 还有 说到最后 再说一些 逻辑性的总结 给大家想 其实 Chris 现在 他拿不到很多实证出来 总之他们 就是去说 打着逻辑牌 总之 我很有钱 我都不用骗你 但是 大家要知道 我很有钱 不等于我不需要骗你 因为 JPEG事件 林作 陈怡 林作本身也有钱 最后又是被警察捉了 是不是 所以 不会说 因为我很有钱 我就不需要去骗你 这样 有些人天生 真是有钱 那又是涉嫌 违法行为 被警方拘捕了 还有 Chris就说自己懂得画画 但是 你永远看不到他开Live 即是他永远贴出来的照片 就是说 这幅画已经画完了 自己就帮手画龙点睛 你永远都看不到一个 画画 由起草稿 然后去到画实线 然后再去到油颜料的那一个过程 然后还有 他之前又贴过一个自己弹的 应该叫做风琴的 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是最有趣的是 又被人发现了 他的声音 又跟其他人 网上弹出来的 声音 又一模一样 是说 连小小的声音差异 都完全没有的状况之下 就被人质疑了 喂 你是不是装假狗的 你是不是 自己在那里扮弹 然后再拿别人的声音 剪下去 还有 Chris就说 自己在外国留学 又懂英文 德文 荷兰文 这样 但是 他的那些说话 即是 我这里都是给不到片 大家看 如果真的听过他说英文的话 可能你会发现 阿井仔说 I go to school by bus 的时候 都可能随时 还留意过他 还有 Chris 他贴出来 所谓的 银行单据 那些 都真是一张 物理意义上面的单 但是如果你能够 拿到 一个 银行的 e statement 的话 这个就更加能够 实取到 但是他就没有 拿过 e statement 出来的 e statement 就是你当是 手机银行 那些月结单 因为 纸的月结单 要去复制 是可以的 但是 银行 e statement 月结单 都当然可以复制 但是 难度 就会比较高 你不是说 处心积累了好几个月的话 都很难可以 弄得出来的 另外 Chris 就经常说 自己学银飞机 但是 连导师又说不出 然后同学合照 又没什么 虽然 他也有贴过一些照 但是 很多的照 其实你说他是一个给了钱 去坐直升机 去坐私人飞机的乘客 都能够拍到这些照 其实全部都说得通 还有 曾几何时 他又穿了那些机师照 被人发现了 有点流 还有他说自己去银飞机 但原来 是在博物馆所拍的照 总之 Chris 都基本上玩完了 因为现在 太多太多神探去看着他 他可能以为自己很醒 以为所有人都是 李隆基 最后 自己现在 我也不知道 他可以怎么办 还有 不知道 究竟李隆基 知道这么多真相 之后 他会选择是怎样 其实我不反感他们再继续出来死鸡撑饭盖 因为他们死鸡撑饭盖 那我才有话说 大家都看到 李隆基这片 就几万人看 但是 我说正经 垃圾经费那些 就一万人看都没有 所以 绝对不介意李隆基 加油 和Chris 加油 继续去对抗这些网上的方言 拿多些证据出来 最好 就让我们可以找到更加多 可以去报警的资讯 到其实真的被人抓了的话 就更加多花生去吃 还有 优财计划 都出来交代一下 你用哪个学位来报优财计划 有没有相关文件证据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哪方面那么优财 好了 今集的闲谈吹水 就来到这里 我们就下集再见 下集应该会比较晚点出 可能6点几7点才出 因为出完这一集之后 我又要赶回上国安法的课堂 好了 就这样 拜拜